由农委会和台大研发团队合作,结合IT科技,创造新的体验活动,来辅导央月美帝度假酒店的乐活馆,设计出代表花莲的有机农产品的礼盒,让消费者可以吃到属于花莲特有的有机产品。 为了营造花莲成为有机的城市,农委会和台大研发团队共同合作,来辅导推广有机农产品的业者,而这次则是辅导了样业美帝,住家酒店乐活馆,来研发有机香草红礼礼盒。 国立动画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创意产业学系张苏娃老师,也说明这次设计的内容。 既然这些生态喜欢的,代表它也是适合人们共同来生活体验的一个重要的处处,所以这次我们大概可以比较重点去把这从一个生态地景的角度去引育出说这边背后一个很强浓烈的一种人文的精神,人文的努力在这里,而我们这次没有特别直接把这个产品呢,就把比如说食物呢,就直接把它大大的放进去,我们就有更多一种生活想象的空间, 它是一个在品茶的过程中,享受着这个香草,礼盒的过程中呢,就可以感受到是一个美丽风景的再次的咀嚼。 亚里美帝旧家酒店董事长云从头表示,这次相当感谢农会和台大云术团队的支持,让这次有机伴手里在今年度能够进行发表。 这次的新发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产品叫香草有礼,就是礼麦的礼,那香草有礼的这个新的产品是针对我们用香草,以及红礼做成的一个香草茶,跟红礼酥棒的一个组合, 这次要用来代表我们花莲的一个有机产品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新产品,那这一个新产品这一次也是经过我们东华大学,以及我们农会会一起所规划出来的一个新的产品,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图片上面,代表了一个花莲日出,就是东方之美,东方的日出,就是代表我们花莲, 这个意向,从意向的规划,一直到产品里面的包装,都是以我们花莲为主轴的一个新的产品, 那也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新的规划,新的产品来代表我们花莲有机,我们积极大家在推动有机的同时, 我们希望有一个新的品牌,有一个对有机的一个新的品牌的规划, 它的产品不是以传统的这种包装的设计,它是用艺术之美,因为我们花莲东方之美,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太阳日出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性以外, 还有我们的有机,有机大线是我们的一个代表性, 我希望这支产品的礼盒,的伴手礼,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花莲很重要, 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伴手礼,所以特别今天做了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简单的发表, 那农委会跟我们东华大学张教授一起, 也来为我们这支产品所开发的一个设计上的一个主轴, 也来跟大家来分享。 影从头表示,要用美的酒店乐国馆开幕以来, 除了园区内都是种植有机香草之外, 同时也协助有机农会来行销在地的农特产品, 希望透过这次的计划,能够开发出多样的有机伴手礼, 让大家可以吃到花莲的好食材。 记得终于剪下不倒。